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哇 二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咯 孙伟心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 伟心 大春兄你好 大家好 你有没有发现好几个礼拜没有谈秋季展望系列的演讲 对啊 对不对 对 你这完全不给我行销的机会 不是这么说 您要行销的东西太多 您是个百货公司 现在买地摊了 现在买地摊了 国立自然科学shopping mall 来 我们来先谈一谈 12月11号 这个大脑骇客这个题目 是由这个国立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院长江安市主讲 他的主题好像是新科技将要控制大脑改变人类行为 是吧 对 我记得大春兄您上回也就问到我这个事 我说那想做到就来听嘛 结果那天晚上听到江院长也是江院士 他做的果蝇研究其实不是台湾第一啊 是世界第一啊 很厉害 他现在已经能清楚的了解果蝇脑子里面十几万个细胞的每一个的作用 然后呢 能够控制他的脑细胞 让他做出你想要他做的动作 果蝇能做哪些动作 他就放了那个影片啊 他在影片里面 就在这个譬如像培养敏大小的地方 果蝇在里头好几个 他要让果蝇往后退 果蝇就后退 往左走 往左走 往右走 往右走 叫你打个滚 翻个身起来 他就会打个滚 叫你伸出左边的翅膀来扇两下 他就真的会伸出左边翅膀扇两下 所以他在现场放了影片 对 现场放了影片 在实验室里面做的 他现在已经能够控制基本上果蝇的每一个脑细胞 然后让他做你想要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那果蝇可以帮助人类做一些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 果蝇脑子里当然果蝇的脑细胞只有十八十几万个脑细胞 人类的脑细胞大概有一千亿个 你会感觉到基因在细胞里面表现出来的东西可能会不一样 但说老实话 生物会有一些保留基因 也在演化的过程中 有些基因是保留在所有生物体里面基本相同的 所以如果说你找到了这些基因基本相同的 人跟果蝇还是有一些相同的基因的了 那到时候你要做控制的话 果蝇上成功了 人上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也就是控制那些还没有被发现 它特殊化作用的 当然这话我讲有点远 只是一个概念性的描述 但至少现在我们看到的那天晚上 江安市院市的演讲有两个大重点 一个是基本上果蝇的脑子清楚的了解了 完全解构了 你可以控制它 然后叫它做一切你想做 叫它做的事情 另外一个是更精彩的是 果蝇是可以通过训练产生记忆的 而它利用记忆蛋白可以准确的看到 记忆形成的那一刹那 是什么样的状况 竟然看到记忆形成的 记忆形成靠蛋白质的 它可以看到那个蛋白质形成固化 所以以前我们只是讲说 记忆是来自某种意识 大家只能猜测 抽象的去了解记忆是怎么回事 它现在真正看到记忆的机制 在脑子里面出现那一刹那 你训练它 它产生的记忆 脑子里面就出现了记忆蛋白 等一下 我刚刚没听错吧 我听了你讲了两次 一次讲的是蛋白质固化 一次是记忆蛋白 对 就是说它是蛋白质 对它会分泌的 它某一个管道会分泌蛋白质 然后它开始有记忆产生 说蛋白质就会在那一刀固化 形成一个记忆 吸收蛋白质可以增强记忆 我就 你讲的话跟我讲的话一样 我就问江恩是院士了 我说你这个结果要发表出去的话 一定有那些妈妈们过来找你说 江恩是你找什么蛋白质 我去买罐给我孩子吃 会这样吗 会吗 对我问了以后江恩是笑着说 你蛋白质吃到胃里面早就消化 一点用之都没有 但是我真的是发觉 他这个研究真的做到了世界前沿 未来怎么样发展 未来就像我们明年 要做一个脑中乾坤的展览 就讲脑科学跟认知科学 其中讲到了未来的脑 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展也好 国外我这两年看到 别人脑科学的展览也好 最后一部分讲的都是未来的脑 那这些未来的脑是怎么一回事呢 四个字脑机结合 脑机的机怎么写 就是电机的机 也就是电脑 电脑跟人脑结合 对一定是这样子 就未来人脑的expansion 它的膨胀不再是我们 靠我们几千万年几亿年 慢慢去演化了 它就很简单 有个USB三点 我知道那叫外挂 对不对 外挂对啊 开玩笑跟我们的学生讲了 说你们回去赶快攒钱吧 你不要未来等到你上考场 期末考考试了 发觉了你自己只能在脑子后头 一插USB插一个32G的 那同学一插插个一T的 那你就输了 大哥 我相信到脑子里可以插USB的时候 已经没有考试这个问题 是吧 你要看那个整个军律的发展 不过你刚才提到这个 一方面一则一喜一则一忧 因为这个插外挂这件事情 它要用什么方式呢 也许是注射对不对 对 因为你现在已经可以通过 电击的方式去控制果音的脑了 所以实际上 他另外放个影片 还是蛮令人感动的 也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 瘫痪的妇人 藉由他脑子里面 他控制他自己脑子里面的物质 他可以让那个脑通过电击 让前面的一个手 拿着可乐喂到他的嘴巴边 什么叫前面的一个手 前面的一个机械手备 他能够通过那一套系统 让前面的机械手 举起可乐来送到他嘴巴边去 他不用再拜托任何人 让他喝可乐 他自己可以做得到 那脸上的笑容跟满足是很精彩的 他年纪那么大了 身体那么不行 他还喝可乐 大正兄你看事情的角度 果然跟人家不一样 我都是看很小的事情 所见者浅 对对对 好这是大脑骇客 我还是在想 什么人会用什么方式 来控制自己的脑 以及别人的脑 另外 是12月18号礼拜五 由雄仪 也是这个国立台湾大学物理系的特聘教授 他谈的题目是从极小粒子看极大宇宙 对 他讲的是维中子的研究 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谈过维中子 谈过两次 对 像陈毕生老师也谈到物理系的 他们到南极去做观测 那是 然后我们也讲过呢 在维中子曾经得到过两次诺贝尔奖 对第一次当然是Raymond Davis跟小柴昌俊的 在2002年得过的奖 那就让大家知道 清楚的知道维中子是来自太阳 跟来自遥远的大麦德伦 超新星爆炸的那两次 但是呢 最近又得了维中子 又得了一次诺贝尔奖 原因就是因为发现了维中子 他本身三种形态会互相交换 互相震荡的 那熊仪老师呢 他们在广东大雅湾那个地方 是一个维中子实验 我们讲到大雅湾 敏感的人可能都会知道 那边是有核电厂 是 所以他其实他们在那边做的维中子 不是来自太阳的 不是来自周遭宇宙里超新星爆炸的 是来自核电厂 是 来自核电厂反应堆里面出现的维中子 因为维中子出现 也就是因为原子核受到了压迫压碎以后重组 所以太阳才会发出大量的维中子 大雅湾 你很难想象太阳的维中子量有多大 它每秒钟有6亿顿的氢 被转换成氦 所以他有不知道多少的原子核 瞬间解离 都会示范维中子 那人站在太阳底下 您双手张开迎向太阳的话 每秒钟通过身上每一平方公分的维中子的数量 有650亿个 不是650个 650亿 对650亿 而且是每平方公分的面积 每平方公分650亿 所以大雅湾我不知道你的面积有多大 比你小一点 通过我的大概少一点 乘在一起的 你如果有个180公分乘上30公分 那你乘上的650亿 那是好几兆的维中子 瞬间通过身体 所以这维中子其实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但是熊一老师他们做的 倒不是看太阳 而是去看核电厂来的比较高能的维中子 是 他可以抓得到 然后做研究 研究维中子本身的震荡 变换什么的 当然你知道也很好玩 他们也是费尽千辛万苦 几个单位几个地区国家合作以后 真的跑到大雅湾 他们试过很多地方的核电厂旁边 你可以想象核电厂都不希望他们去 是 因为你侦测核电厂的维中子 基本上你就有一个管道知道核电厂的运作是什么 你等于替他做安检 他说的很好玩 他大雅湾本来也不希望他们去 后来疏通了高层以后 同意了他们在旁边真的挖了隧道 建了实验室以后 可以测量大雅湾核电厂的来自他们反应堆的维中子 哪一个反应堆的维中子 反应堆关场关机关炉了 他都看得出来 所以很有意思 是 我要想知道他不是捕捉维中子吗 他要抓到那些维中子 他怎么抓呢 捕捉维中子 其实他能够捕捉的 能够抓到的是能量比较高的 为什么我们说太阳维中子 每秒钟穿过我们身体那么多个 我们完全没有感觉 就是因为维中子穿到我们身体 基本上不跟我们身体任何物质做作用的 我们是没有感觉 也还好 但是那种来自太阳维中子 能量相对比较低 我可以想象就像你常常形容的 一架太空船 在浩瀚的银河之中飞去 不容易碰到各种陨石 因为宇宙太大了 倒不是 而是维中子他眼睛里就几乎看不到 看不到大春凶这个人 对啊 就像太空船 看不到那些什么行星 应该什么的对不对 对但这些东西实际存在的 可是维中子他的界面很 他一小说他直接穿过去是没有感觉的 那也就是说他用核电厂来做实验 我倒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你还是没告诉我他怎么抓 他其实他有他的那些 像纯水 有些人用重水 加拿大用重水 他说的很好玩 重水是跟核武器有关的 所以美国当年摆在加拿大那边有个重水实验室 做了好多重水 那冷战结束以后重水没必要了 但是在加拿大就跟美国申请了 留下来在那个地方做重水实验室 但一般人来讲都是用纯水 纯水以后你这个高能维中子撞进来 让纯水那个质子产生改变 是用这种方法来侦测 能量比较高的 维中子才会产生这样子的效果 那650亿个每平方公分 650亿个维中子穿过人体 有多少是具有比较重量的 这些都没有 这些都没有 这其实是在我们在那个 像Raymond Davis 他们在地底下做实验 用四氯化碳 侦测能量比较高的维中子 知道每秒钟有几个 然后从太阳整个标准模型去推说 这么高能量的每秒钟有几个 那低能量的每秒钟有多少多少 是 这样推算出来的 低能量很不容易侦测 好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12月25号 不就是圣诞节了吗 下个礼拜 应该是这个礼拜了 这个礼拜下一次了 全球暖化下的极冻冰棋 对 所以我们沈教授 沈川州教授 下个礼拜在展望 也就是这个秋季系列的最后一场 会讲现代版的明天过后 也就是在全球暖化影响了我们 不是说每个人到最后脱着剩下背心短裤在那扇扇子 而是说你有没有可能真的会造成了冰河期再次来临 激动 对 我们讲我们先不讲演讲内容 我们讲明天过后 大叔教你记得明天过后这个电影吗 记得 记得我们也看过 它就是全球暖化了以后 让北冰洋的冰块大量溶解了 那种冰块其实是含盐分很低的淡水 冲到了海水以后 盐分高盐分低混在一起 整个比重改变了 所以就截断了往北边来上来的洋流 是 我觉得一直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就您看欧洲本身在地理位置是非常北边的 是 我们常问学生说巴黎的纬度跟中国大陆哪一个城市是一样的 学生还在巴黎花都的话 那么跟那个什么北京一样 不是是跟齐齐哈尔一样的 在东北 在东北的马德里才是跟北京一样的 但整个欧洲包含北欧 但在很北边 基本上它的纬度跟西伯利亚是一样的 是 但为什么西伯利亚是极北苦寒之地不能住人 而欧洲能够发展出那么丰富的文化跟文明来 大西洋的暖流 对 北大西洋暖流 而北大西洋暖流呢 是墨西哥湾流的一个分支 所以从墨西哥湾流 从墨西哥东边沿着美国东部北上 是 到了北大西洋 就是分成两股 一股往南走 另外一股往北走 到了欧洲旁边就是北大西洋暖流了 是 那不断的把热量带上去 让欧洲能够保持温暖 散到了海洋的能量进到了大气 大气温暖的陆地 那如果说 洋流被比重改变的海水分布阻断了的话 是 那热量上不去 就变成冰河往底下压嘛 那这是那个明天过后电影 它整个组都是这个样子 是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下礼拜 那这礼拜听沈川州教授讲 现代版的明天过后 他好像也要讲到 一万两千年以前 真实版的明天过后 对 真真实的 一万两千年前的冰河期是吗 对 冰河期上次没有多久 是 我记得中国历史上 还有小冰河期 像北宋 就是唐末到北宋 五代 有 那个时候有 然后在西元1680到1750左右 也有 也有一个 对 那个是太阳黑子 完全没有消失了 叫芒德吉小奇 所以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让农业受到影响以后 才会改双换债 大家常常这样讲 不过说老实话 我们自己在这所谓的全新 是过去这几千年里面 相对 整个环境是稳定的 所以这稳定 才会有让人类 能够这么蓬勃发展出 各种各样文明来 好的 这是我们介绍了三次的 秋季展望系列演讲 谢谢你 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半 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 这个演讲厅 对 我们要进一段新闻 回来之后 要请孙维新馆长 为我们示范太空跳伞 News98 98新闻台 孙维新谈天单元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 在我们的线上 维新兄 这个题目叫太空跳伞 我看了这些心里都寒了 不过我们先要解释好几个名词 首先我想你是不是问我们先说明一下 这个平流层这三个字 好像是在地面十公里以上 是吧 对对 它英文叫Stratusphere Stratify就是一层一层的 也就是在平流层的那个地方呢 它的大气流动是蛮稳定平行的 所以它们叫平流层 也就是一般飞机大概飞行的高度 对飞行大概在13公里 11到13公里左右 是好 那么有目前曾经有过三次 从太空边缘纵身一跳的这种记录 可是这种跳伞它的目的 还有它的技术 以及它涉及到的各种设备等等 可以 还有包括物理的很多原理 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 它这还是一个极限运动了 说走到了接近太空的边缘往下跳 实际上我们知道大概要到太空 可能是要到140150公里以上 是 那边的大气层能够把外来的星光减半 紫外光减半的地方 我们说是比较像是free的环境 那它这个地方 它只飞到了39公里的地方 是 然后是用氦气球带上去的 大家可以想象 当年我们在金门空飘海抛 去研究大陆同胞那个氦气球 升空的时候小小扁扁的 好像气都没充足的样子 是 但因为上面气压低 所以它整个会膨胀成一个巨大的氦气球 升到35公里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邦加纳 邦加纳就直接从那个地方往下跳了 已经接近 算是在接近近太空的边缘了 是 但只要超过了19公里以上 19还是39 39往下跳 但是它经过的19继续往上走的时候 它得穿加压衣 因为那边的压力太低 压力太低的结果呢 不但是说人会受不了 它血液都会沸腾的 因为我们看到 在高原咱们煮火锅啊 六七十度它就沸腾了 压力越低 它沸腾的沸腾就越低嘛 那等到到了那个19公里以上 几乎没有大气的时候 身体里面的液体都会往外头跑的 哦 那就得穿上加 一样战斗机飞行员一样 是 要抗G的加压衣哈 那衣服把你身体压着 让你身体感觉到压力 嗯 然后呢 它掉出来以后 就往下落 其实它的物理也没有什么 就是自由落地往下落 是 然后呢 落到它其实速度最快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1300公里的时速 哇 所以我们一般的民航机时速 标准时速是950公里啊 是 所以到了1300公里的时速 它还可以追过飞机呢 嗯 但不过它就是直接往下掉 掉到接近地面1500米左右 那那个时候它意识清醒吗 清醒啊 一定清醒的 它这是有经验的人 它不是给扔出来的啊 它是有经验的人 它虽然速度很快 但它保持自己身体的 往下冲的一个三角翼的形状啊 嗯 它可以控制它的阻力 啊 对 你倒不用担心说 哎 你速度冲的那么快 时速1300公里 一拉降落伞 整个人往上一抖 把你人都抖伞了 嗯 倒不会 它可以利用身体的形状 逐渐缓慢下来 它可以减速吗 可以减速 可以减速 嗯 其实跳伞认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身体的形状 摆出来的pose 是 可以减慢它的速度 有经验的人 他们很厉害的 减慢了速度以后 再拉降落伞 嗯 我在网络上 其实看过它这次 今天一跳的 那个纪录片 是 往下一跳了以后 真的速度冲得很快 慢慢减慢以后 一拉降落伞 它全身上下带了好多摄影机 大家在网络上 可以找到Bonganer的 这个跳伞的过程 嗯 然后到后来降落在地面上 准确的落在新墨西哥州的东部 也就是多大的一个范围之内呢 但很好 它其实蛮准确的 落在它原来记录到了一个 一个一个范围之内 我本来记得它是多大的范围之内了 但是它几乎是准确落进去 然后大家在网络上 有八百万人来看它 这个定点跳伞 嗯 好 那这样做的目的 有科学上的意义吗 我看不太出来 对 因为它其实做的工作 别人以前 它自己以前跟别人以前都做过 嗯 它没有太多突破性的东西 是 那就是从比较高的地方往下跳 一路下来 大概中间经过的物理也都知道 它可能多带了几个摄影机 看整个过程就是了 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样冒着生命危险 去做这样的体验 也是很难得吧 讲到了冒险 恐怕还有比这样的跳伞 更艰难的冒险 是长途 而且是带着跋涉 跟这个开拓意义的 那就NASA对于太空人 尤其是日后要探索火星的太空人 好像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哦对 NASA其实做太空人的要求 也还好啦 因为现在这些年看起来 好像很多科学家都可以去当太空人了 有美国国籍什么 咱们就不说了 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个学士学位 相关领域的学士 最好有是像生物科学 物理科学 数学这些的 那如果说他的身高 身高是在哪里的 157公分到190公分 哦 不能太高 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 不过你这157公分也不知道怎么定的 我在猜想可能是因为日本太空人要加入 降低了那个标准 对啊 因为上次的若田光夫啊 站在美国人那个太空人的旁边 这两个人真的是天龙地虎 差好多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有一回我们跟他们对谈嘛 他们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一个是倒过来头下脚上 一个是头上脚下 看着真的有点好笑 但是好像还有一个条件是 至少要担任喷射机的机长 Captain要当一个1000个小时以上 他这是是说或许可以担任 他是一个选择性的选项 没有说一定 没有 你如果是科学工程数学领域 有博士学位 或者其他有什么学位的 或者是担任的机长 也飞过的 所以他有好些条件是 互为取舍的 不见得都要满足 然后说年龄方面呢 年龄其实也没有限制 但是过去到现在的 太空人大概都在 26岁到46岁之间 他必须能够憋气90秒 必须能长跑4小时 说是这样说了 那是马拉松的 不他这个时候只是让你去猜猜看 这些条件哪些是要符合的 如果没有那么多强烈的条件 血压 视力 这些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是 所以并不需要你作为一个超人 才能去参加太空人 但实际上呢 他是要让你进去以后 做深刻的训练 然后才能够未来担任太空人的 是 不太跟你讲说 你的年薪是6万美金到14万美金 这个有吸引力吗 你觉得 不是很有吸引力 但是还是几万人去参加 到现在为止呢 只有339个人却凭重选 但是也不表示 这339个人都有机会进太空 也没有 对 他只是当了候选太空人 但是最终能够进去的 你每次都会有几千人 四千到八千人申请 最终能够进去大概是八个人 到三十几个人之间 所以在不到1%的几率 是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在夏威夷 茂纳罗亚火山附近 那个岩石遍布的山坡上 好像有人正在模拟 在火星上的生活 对 前一阵子 我做了一个演讲 讲的就是火星任务那个电影 大家不是很喜欢看吗 那里面有很多科学知识的 但是在那个演讲的后来 我就提到了地球上 曾经有这个技术 有这个想法 希望创造一个独立生态环境 就是Bioster II 生物圈二号 为什么叫二号 就是因为地球是生物圈一号 结果生物圈二号 在丑闻式的灾难里面结束 对 我们上回也提到过 对 但是这一次 刚刚讲的Mona Loa Mona Loa是夏威夷那群岛里面 最大那个岛 北边是Mona Kea 是百天文台的地方 是火山 南边的Mona Loa 还是个火火山的 但现在他们在上面 创造了一个居住环境 独立生活环境 很小 跟生物圈二号比起来 小太多了 只有1000平方公尺 对 平方英尺 对 93平方米 93平方米才只有30平 30平左右 对 30平 30平里面 要住多少人呢 六个人 希望住一个长时间 然后他们住在那里面 当然不像生物圈 需要自己去产生水 养气 植物 食物 什么那些的 但是他们要在这个生活里面 记录到他们自己本身的 心情跟问题 但实际上 大陈军你可以想 这个只有30平的环境 分成两层 对六个人来讲是很小的 然后你没有办法直线行走10秒钟 你走一走就不要转弯了 吃的东西呢 也都是储存的食物 但是还有一个公共区域是可以工作的 餐桌 跑步机 运动器材 投影机 然后棋盘 其实好玩的时候 原因是因为你到火星里能带东西真的不多 然后你可以跟你亲戚朋友做电话 做email连线 但是呢 你本送出一个讯息以后 20分钟你的朋友才接到 就是会延迟 对 就是模拟火星上的状况 所以他们不会有就及时通话的可能 你讲一句话出去 40分钟才听得到他回话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 希望让大家来体会一下 单独生活到底需要面对什么困难 好 那最后我们在进路况和气象之前 还要问一问题 这些人在里头会养成什么新的习惯吗 他们养成了新的习惯 他就不用去逛街了 等了很多时间 然后他自己可以想办法打发时间 吹口琴 你要想办法自己想一些事情来做 对不能吹长笛 吹长笛有捅到旁边的人 吹口琴 吹口哨不更好 对对对 好 近一段路况和气象 News98 98新闻台 孙维新谈天单元 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一题目 就是生态圈类似的这个环境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对于这个第一大生态圈 也就是地球有威胁的一个 天文现象 有2.4公里直径的一个耶旦小行星 叮叮当 好像就在万圣节前后差一点撞地球 所谓差一点也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了 谈一谈这个 这个是圣诞节的了 在万圣节或者是感恩节那段时间 有另外一个骷髅头接近了 对 长样很像骷髅头的 直径470公尺 对这都是我们讲媒体的人把它描绘成这个样子的 而这个是2.4公里就很大的了 那会在圣诞节前夕跟地球擦身而过 说是擦身而过 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了 那大概是地球跟月球28倍的距离 擦过地球 是 所以其实离得有一段距离 但在天空上还是蛮近的 但2.4公里如果撞上的话 那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州 是整个会毁掉的 你讲的州是continent 对对对对 不是一个美国的州 是一个亚洲的 一个大陆会被毁掉的 可以稍稍再说一点 吓一下我 真的 它如果真的撞上来的话 不但毁掉了一个州 它有人说了 它从旁边擦身而过 这个引力导致地球出现地震火山爆发 这个有点胡说八道了 怎么说 地球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外来天地的影响 2.4公里看起来很大 实际上从地球旁边过去 也就是小小灰尘引力就是了 那所以 但是有些人担心是说 接近的时候 或许会受到地球的影响 改变方向 但是实际上对地球有威胁的几率 大概平均每一万年会发生一次吧 那目前天文学家所做的观测 百年之内 几百年之内的 大概没有巨大小行星 会在地球的轨道上 但是小东西三不五时还会掉下来 是 所以我们说以前在俄罗斯 车里亚宾斯克的那个掉下来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 平常会发生的事情 只不过它刚好掉在人烟稠密的地方 有的时候不见得直接打到地球上 比如说我们有一块 有一个不管是小行星或者是什么 它直接撞到月球上 那也有意思 地球的潮汐就会受到影响 倒还好 真的月球也不太容易被破坏 月球有3476公里 但是有些人就把摄影机 摄录影机对着月球老拍老拍的 偶尔就会看到月球表面冒出一点光芒来 那就是重要的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但是地球也会了 可是地球因为比较亮 反光比较亮 真的不容易看到 所以这只是再次吓唬大春凶一样 不过一下 不过也没有太大影响就是了 容易被吓的人生活的乐学比较多 那个古神星可以讲一讲 我记得你有一次跟我们很详细的介绍过 什么古神星啊 细神星啊 这些小行星 本来古神星上发现了神秘的亮斑 对 古神星是1801年第一个被发现的 小行星在这天体啊 是 那个时候找到古神星以后 高兴一阵子 后来发觉它只有900公里的直径 嗯 虽然是小行星最大的 但是跟 跟怎么12800公里 真的是差很多的 是 但是有趣的是 最近它才发现它表面仔细拍摄了以后 大学就您记得黎明号吗 对 黎明号发现了这古神星虽然小 还有一点水蒸汽 嗯 然后有一些无基岩的成分 是 但是在撞击坑里面呢 有明亮的神秘物质 他们想可能是金属 嗯 有一些比较重的金属 是 现在只是在黎明号探测器呢 接近到 这个古神星 轨道下降 比较接近表面的时候 拍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但是亮斑的数量很多 哦 对 130个神秘亮斑 嗯 分布在一个巨大的撞击坑里面 然后它有一些烟雾云是水冰升华的 嗯 到底是水冰升华延伸过去的水冰呢 还是说它有一些比较独特的金属成分 嗯 现在还不知道 是 好玩的是 刚刚把这个 你就知道说离我们这么近的东西 我们好多事情还是不能理解的 嗯 对 那我怎么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这么一看就知道 哦 那个撞击坑里头 有水和这个美硫酸盐 它怎么看得出来 它有光谱仪啊 光谱仪的话 你从那个光线 射到你的光谱仪机器里面 一分光出来 就会看到特定物质的光谱线 嗯 在实验室里面 我们做实验就会把不同元素 不同化合物的光谱线 都定标了 写下来 那如果你在外天体上 看到了有的光谱线出现了 拿到数据库里头 一找 哦 就是这个元素了 嗯 就会确定它有什么元素出现 我们还剩下 在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先讲一个超级地球的题目 距离地球仅仅14光年 可能有水 也可能有生命 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我们之前没谈过吗 过去谈过这样的东西啊 总是说有水有生命的 只不过这个超级地球 跟地球的距离很近 嗯 14光年 最近的恒星 当然是4.3光年的半人吧 坐南门岸吧 但14光年也不过就三倍远的距离啊 很好玩的是 Wolf 1061这个恒星 Wolf就是狼了 对 但是其实美国人的名字 有很多人叫做Wolf的 嗯 Wolf 1061这个恒星 旁边找到了BCD三个行星 嗯 有几个靠啊 它其实都靠得很近 嗯 公转周期 一年是5天 18天跟67天 一年 那这个C就是18天 对 18天 嗯 18天其实离它的这个母恒星是蛮近的 是 但因为它母恒星没有那么热 啊 所以它的市区带呢 刚好就在这个C的范围之内 是 也就是说 它虽然是 质量是地球的4.3倍 嗯 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位置在那边可以是让液态水存在的 啊 表面也可能是细算 也像我们的氧氧化系 是 即可 所以这 这个 萨曼浩他觉得比较像 我们地球这样的环境 但是呢 离我们很近 但是呢 还有一个但是 就是以我们目前的 科技 嗯 是根本到不了那里的 哈哈 哈哈 呀 到不了 嗯 好 非常感谢 维星兄 我们特别就是介绍了三期的这个 秋季系列的这个展望讲座 对 呃 我们就期待冬季了是吧 呀 春季 春 明年春季 春季了 是吧 明年春季 为什么你不四季都办呢 啊 经历有限 经历有限 谢谢